台北車站的擁擠感 要記得拿卡 剛才刷進站刷了三次刷不過 因為拿成飯店房卡 你看樓梯啦 有一種台北車站的擁擠感 我準備要前往江之島 9點40分 來日本之後我很喜歡手上有這種小小罐的飲料 拿來一個白巧克力餅乾 它裡面加白巧克力可能吃起來以為會很甜 如果吃起來不會 還可以吃 蠻值得買的耶 它便利商店其實有蠻多蠻適合買來吃的調點心 它就像導遊一樣 在帶路 但前面還有一個走更快的媽媽 經典場景 經典場景 到蓮艙 準備去看大佛 他們在買環紅蘿燒 但其實我不太敢吃 好近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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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在幹活體內 好近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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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溫耶 真的很溫 做一下心情 喔 不錯耶 觀光客行程第三站 江之島 小可愛們 現在在前往江之島的路上 對風真的超強 下來了 哎呀 打到啦 哇 我們好吵 好可愛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 大概快50分 我們準備要回車站 因為我們的車是5點多的車 我們先下車下完 才該對面的上車 所以他們還在等 所以他們還在等 這也是酸人海的一個 開始 現在時間是晚上8點半 然後看一下大家手中都是大寶小寶 剛在藥妝店 結束了所有的行程之後 看到了一間一方 一封水火茶耶 今天晚餐吃燒肉 阿玲選的 吃到我烤盤上的肉 滋滋作響 亞 乾杯 乾茶乾杯乾酒 在有些人吃早餐同時 有人在玩Super Store 不然想拍的富士山 一過來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你會回來就會有 我現在回去就會有